捷克疯狂迷恋潜水的骏狼小哥 当捷克和恩佐还都是小屁孩的时候 他们就早早展现出了潜水天赋 但小捷克很快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 他的父亲在潜水时遭遇意外被大海吞噬了 可这并没有能阻止捷克对潜水的热情 成年以后他干起了潜水员的工作 这天他正在秘鲁的一个天寒地冻的冰水中潜水 检查一辆冲进水里的汽车 此时女保险员小娜到当地视察情况 邂逅了捷克 小娜对捷克一见钟情 回到纽约的小娜无法忘记帅得吊炸天的捷克 在得知捷克要参加在西西里举行的潜水大赛以后 小娜向公司编造了 西西里有保险事物需要处理的谎言 在西西里小娜找到了捷克和恩佐 自以为是的恩佐一看见小娜就和捷克打赌 保证第一晚就推倒小娜 结果小娜的眼里却只有捷克恩佐只能呵呵了 在潜水比赛中 恩佐顺利地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这让恩佐得意了好几天 但很快捷克就打破了他的纪录 恩佐只能咬牙切齿 在比赛的日子里 捷克小娜恩佐建立起了坚固的友谊 他们还一起拯救了一只海洋馆里的海豚 不是偷海豚吧 小娜终于顺利推倒了捷克 没错就是姑娘推倒小鲜肉 捷克不仅潜水厉害 啪啪啪也很适用哦 但小娜发现不对头啊 两个人第一次啪啪啪 半夜醒来 捷克就不见了 原来捷克去海里找海豚了 小娜不乐意了 你这啥意思啊 难道赤条条的美女还比上一头海豚吗 小娜回到了公司 但是因为撒谎被发现 小娜被炒了鱿鱼 为了帅哥工作丢掉丢掉 小娜再次找到捷克 两人开始同居并四处参加比赛 可是他又觉得不对劲了 虽然两人没少啪啪啪 但是捷克明显心不在自己身上 他发现捷克就是一个大男孩 喜欢玩游戏的大男孩 可是他玩的游戏 却是危险的潜水 终于捷克和恩佐两个傻蛋出事了 捷克潜到了400英尺的危险深度 爱拼彩会赢的恩佐也冒险尝试 但很快壮烈牺牲了 扶上来以后 恩佐回光返照 他煽情地和捷克说 要放自己回水里就咽气了 捷克流下了眼泪 并把恩佐带到了深岗 让他在海里长眠 没多久 小娜检查出自己怀孕了 满心欢喜地显而告诉捷克 既有潜水都潜格屁了 也快喜当爹了 是不是能消停会了 但却看到 捷克在房里流鼻血了 原来他的潜水隐犯了 在深夜一场美丽的潜水之后 电影走到了结尾 这样一个不潜水不成活的故事 终于落下了帷幕 碧海蓝天是法国名导 吕克贝松在1988年出品的一部大片 该片在法国上映之后 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该片格调高雅 满平静水蓝蓝大海 单纯的男人和热恋的女人 喜欢文艺片 或者喜欢冒险题材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